我們就要請鳳猴哥出來 我們就要好好看看 那我要投保哪一家 那我的保單的細項 到底要怎麼挑呢 這個很多觀眾朋友 都會講說我一年大概 要花多少的錢去買這個車型 那根據這個調查 有大概百分之三十幾的人 大概一年需要花到 2000到8000塊錢去買這個車型 但是這個願意 跟實際上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很多的老車 大概一年 大概只花1000多塊錢 去買那個強制保險 根本就不會有人偷 因為有些人 他五年車 六年車 甚至十年以上的車子 他會說我買那麼多幹什麼 對不對 但是新車前面一到五年的時候 可能這張表就是滿正確的 但是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以上的很多老車 大概很多觀眾朋友 只想要買強制保險 因為強制選不買不行 會被政府開罰單 至於說這個 目前投保的保險公司 哪些是投保率最高的 當然我們這邊上面有一張表 但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最高的就是某幫 某幫保險公司 但是大家也不要認為說 他的投保率最高 他一定是最好的保險公司 我們這個叫做台什麼保的 他就只有2% 他的投保率很低是最差的 其實我們保險 但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某幫可能是最大 這個某保可能是最小 但我個人覺得 保險只要是會賠的 而不是看這個數據的大小 來做這個根據投保的根據 我如果買了很滿很滿 但是理賠永遠拿不到 那也沒有用 對... 就是會賠的保險 是最好的保險 而不是看這個市占率 當然這個有時候 市占率很高的時候 有些公司市占率滿高的 他會有些特殊的原因 像這樣 這個都是一些老字號的保險公司 那這個是在媒體行銷上 做得滿好的一家公司 或者是搭配銀行 就是你在轉換金額 就是匯款的時候 你會放錢 最好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你有認識一個 很好的一個業務員的話 產險公司的業務員的話 直接跟他做資訊 除了直接跟他做talk也是OK的 對 我們現在是比較 超級的來瞭解現況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好好的 深入看看大家的保單了 愛大今天 因為你剛買新車 所以就honor你的保單 來瞧瞧了 這張保單 確確實實是愛大本人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到底他的保險 買得到不到位 這是我現在在開的車子的 這一份保單 這個是去年的保單 也就是說車子還是新車的時候 算是新車的時候保單 因為今年續保改成電子保單 我們沒有列印下來 使用人是謝騰輝 對 剛剛講說車輛的係數 就是這一塊 在這兒 其實每一台車子 車種都有一個代碼 它這個代碼像我的車子是五門的 C-Class的250的 它的代碼就會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這個保險 基本上第一個 我保的是秉氏的車體險 秉氏的車體險 因為我現在怕實在是 怕在路上遇到冒死鬼 所以跟其他車輛碰撞 我們已經不會開 我們也不會開這個車子去亂飆車 掉到水溝或是撞山撞樹 所以我選擇的是秉氏的車體險 再來是車體許可使用免追償 免追償是一個什麼險 就是說別人開我的車子 如果撞到也是會理賠 這個理賠不會像開我車子 這個人來求償 因為我的車子可能有時候給同事開 或者是有時候晚上回去的時候 是代價再開 那很意外如果發生事故的時候 那這個保險公司 雖然會賠我的車子 問題是會跟開我車子這個人求償 所以我追加了一個 我保了一個車體許可免追償 其實很便宜 才164塊錢 就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 再來是代步車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車子算新 如果修理的時候 常常會花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有零件 帶料的時間 如果說沒有車子使用的時候 你要坐計程車 其實是一個很大花費 所以我也保了代步車險 最多理賠到30天 其實也很便宜 只要544塊 再來是汽車竊盜損失險 這個不用說 因為我以前十幾年前 被偷過一次車 你好有經驗 那時候有保竊盜險 所以我之後再來從來 每一台車都有保 都一直保著竊盜險 不過這邊有一個例子 因為十幾年前 我開的是一部Honda的車子 Honda那個時候是失竊率 算是最高的一個車 所以那個時候 我一個100萬的Honda雅哥 它的竊盜險的金額 12年前的竊盜險金額 比我現在這個200多萬的賓士 的竊盜險還要貴 真的 所以說真的就是 真的是要看這個費率 看這個基礎的數字 你在比一下 基礎的費率那個地方 基礎的這個損率 因為那個車子失竊率高 所以它的保費就會高 這個車的失竊率低 所以它的保費就比較低 那再來呢 我保的是這個竊盜全損免折救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折救 保險公司的折救是 你每個月被偷的時候 它賠給你的乘數都不一樣 按照月份來去做遞檢 那像這種高價的車子 目前這台車看起來 大概還有211萬的重置價格 也就是說我失竊的話 它要叫211萬來去做 逐月的折救遞檢 那幾趴幾趴下來 其實對於再加上致付的 其實是滿大的一個折損 所以我又加保了免折救 其實也很便宜 免折救只要1000多少 1100多塊錢 再來是第三人責任險 可以看到我這邊保第三人 第三人傷害險 什麼未問金 我看一下 100 200 對 100 220 其實這是屬於最低的一個 第三人責任險 100萬 200萬 20萬 這個是每一個人的體傷 每一個事故的傷害總額 跟每一個事物的財務損失 那這最低會不會太少了點 這個我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講到說 大部分人都保什麼 10年老車只保1000多塊的強制險 我非常強烈建議你們 最起碼去保一個第三人責任險 因為你的車子10年老車 沒有什麼殘餘價值 可能撞到你就丟掉了 可是你今天如果撞到 是別人造成人家車子的車損 或者是體傷的時候 你要自己掏腰包來去賠錢 如果你今天有保第三人責任險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剛剛有問我說 100 220為什麼這麼 我保是最低額度 因為其實我在最下面 有加保一個超額責任險 是1000萬 我的超額責任險是1000萬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100 220不足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用我的超額責任險 1000萬來去做理賠 那1000萬的超額責任險 它又有分為所謂的 單一事故1000萬 或者說整年只能1000萬 像我這個就是屬於 金額比較低 1100多塊錢 是只有整年度1000萬 就是我今年撞車 用掉的超額責任險 其中500萬 我第二次在撞車的時候 只有剩下500萬的額度 那有一種是 不管你撞幾次 都是1000萬的額度 那個保費就會比較高 那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我看到我朋友消費者觀眾 保單缺乏的是什麼 第一個車子壞了 就大不了不要 沒錢修就算了 撞到別人能夠陪人家 陪得起不會請家當成 也沒問題 可是其實開車的是誰 開車基本上都是一家的 一家之主的經濟支柱來源 那你車上載的是誰 載的是你的太太孩子 都是你的家人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第三人責任險的地方 包含了這個駕駛人傷害險 以及乘客險 而且我都保的是最高的數額 像這邊都是什麼 2000萬500萬的最高的數額 另外我還有多保一個慰問金 慰問金其實我也是有經驗 因為我這20年開車的經驗來 就是被偷過一次 然後發生過事故一次 我那一次發生事故 這個保險公司整個 理賠金額高達了80幾萬 因為我撞到對 開到對向車道去撞到人家 所以那個時候 我也有保所謂慰問金 所以我每次去醫院看 他買的這個水果禮盒 只要拿收據去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就會理賠 在2萬塊的額度範圍之內 所以我有多保一個慰問金 而且他的金額非常低 才100多塊錢而已 那可以 你想想看 我記得那個時候發生車 或是10 將近10年前 我10年的保費加起來 也沒有80萬 可是那麼一次就夠了 就回本了 但是現在一輩子不要用到 最好是一輩子不要用 保險的概念就是 你不要用到最好 所以我現在每一台車子 我都是保到最 我認為 自認為是最飽滿的一個狀態 你現在一年你付多少錢 總數是多少 我這個保險金額費率相對偏低 大概是2萬5千塊錢左右 剛剛我們不是有一個表嗎 那麼多保險公司 市佔率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再來就是說 因為現在金管會開始 是所謂的費率自由化 費率自由化 也就是說每一家保險公司 基本上必須要看他的損失率 才能決定你這個保費的 費率是高還是低 這個鳳凰雄 其實愛戴的買法 有點像是滿漢大餐 你自己看這個保單 你覺得怎麼樣 我看了這個保單 基本上大概是95分 沒有問題 95分 還差5分是差什麼 有一個小小的小缺點 他就是買一個超額責任險 是1000萬 如果說在一年以前 是買超額責任險的話 這個應該我覺得是OK的 可是最近各位有沒有聽到 我們在屏東有一個小護士 發生了一個事故 一次撞死三個路人對不對 撞死三個路人 如果說以這個超額責任險 來計算的話 一次事故就1000萬 三個人平攤這1000萬 一個人不是等於300 對不對 所以說在一年之內 最近的一年 其實我個人倒是覺得 因為保險公司 有些新的一些精進的做法 他把每一個人的額度 可以買到1000萬 或者是2000萬 注意 是每一個人 他每一個事故 可以到達5000萬 或者是1億左右 他這個保費也不是很便宜 你剛剛回歸到 剛剛那個小護士撞死三個人 如果說一個人 像剛剛愛大這樣 一個人平均下來只有300萬 跟我一個人買到2000萬 三個人可以到達6000萬 那個平均的就差不多了 我去年看的時候這個保單 我就選擇最低的 這個1000萬的超額責任險 就是整年度1000萬的 我今年續保 我就會給他調成2000萬錢 2000萬的也是 每一次事故都兩千萬 最好可以看到3000萬 4000萬或者5000萬 當然這個就是100分的保單了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而且他自己有發現 因為保費沒有 第三人責任險 保費不會查很多錢 所以說因為我們的人命 真的是人命的價值 就是這樣子 如果很冷血在那裡算說 你撞死一個人多少錢 那又覺得太冷血 但是如果真的萬一 不小心發生我們最不想 發生的狀況 這有個保障是給對方一個交代 對 因為人的這個價值是 誰說郭先生的價值比較高 我們的價值比較低 都是一條命 而且撞到一個人 撞到一個人就好了 可能我這畢生的積蓄 可能瞬間就化為烏有 所以說我們花一點點的小錢 去買一個大的保障 尤其是撞到人的部分 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保費增加上面 也不會差太多 不會差很多 而且他又很聰明 線上投保 線上投保會比較省 另外以後 又會比較多一點點 會比較便宜